如何支付您在Burlingdon电力部门的账单? 在Burlingdon电力部门的电费账单上 会显示出您和您的家人在家中使用的所有电量和应该付的费用 您支付的电费是为您家里提供的照明、供暖、制冷和家中电源擦坐上使用的所有电子设备 房子里住的人增多了,电费就会有变化,因为使用的电力会更多 此外,当天气更热或更冷时,您会使用更多的供暖或空调,电费也会随之变化 账单上面会显示出您一天和一个月内所使用的电量 对比查看账单,您可以看到您今年和去年电量使用的变化 kWh一个小时使用多少千瓦,是计算电量使用的单位 打开账单时,您会看到您的姓名和地址 同时,账单上有您的客户编号和位置编号 如果您通过电话支付账单,您需要提供这些编号 如果您选择在电脑上支付,也需要提供这些编号 账单上有三个重要日期 账单日期是账单发出时给您的日期 超表日期是您在这段时间的用电量和应被收取的费用 付款日期是请您一定要在这个日期截止之前把款付出 您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支付账单 您如果用支票支付,请把账单的底部减撕下来 并贴写上您应支付的金额 然后把账单和支票一起放入提供的信封中 请贴上正确足够的邮票寄出,请不要寄现金 您也可以带上您的付款和账单 到Burlington Pine Street 585号的电力部办公室来交款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通过电脑支付 登录我们的网站后,您需要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银行信息 这样帮助您从您的银行账户中扣除款项支付账单 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会随时回答您遇到的问题 如果您需要翻译,我们也会提供服务 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您可以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4点半之间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您可以在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半之间 访问我们的Pine Street 585号的办公室 我们下午8点半之间的电子